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我這次職業訪談訪問的對象是我的表哥 就是跟我一個非常好的表哥 然後他從事的職業是在那個棒球場 擔任那個按積分板的那個就是那個工作人員 然後我有時候假日的時候很常跟我的表哥去看棒球 然後不然就是有時候一些比賽 我都很常跟他去那個中控室裡面有關的行業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就是但是那個抖掉棒球場的計分板 其實是有一點點壞掉的 所以在那邊工作也不算太輕鬆 不是就只是按按電腦而已 因為攤別人會跑得很慢 所以有時候會有也是要接受一些球迷的意見什麼的 但是他還是很開心 這個咖啡店的老闆 然後他是我爸同事的朋友 所以是透過同事才認識 然後他 他是位在台中一個也不算偏僻的地方 因為他就是在巷子裡面 因為那個老公好像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老闆利人跟老闆人 那我好像沒有請老公去幫他們做產品 爸爸還有媽媽 他們 我爸爸的工作是 做裝潢設計 他每天都很早就去幫出去工作 但有時候他的地點不一定 永遠沒有近 永遠沒有近 成就感 那我媽媽是家庭主婦 他每天在家當我們一家人做家事 這次我拜訪的對象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從事的行業是保姆 這個保姆這個行業在我們社會上是 不是那麼常見的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職業需要很強帶來耐心 跟愛心 當小孩一整天哭鬧的時候 我媽必須承受那個哭鬧的聲音 並且去安撫他 有時候小孩吃藥的時候也會不吃 然後就是 就很難哄電 大約是一萬六 兩個小孩加起來也才三萬多 所以並不是說什麼非常高薪水的行業 可是必須付出非常多的時間還有力氣 總是這個行業已經很多年了 而且每次帶出來的小孩都非常優秀 而且非常聰明 而且非常聰明 就是我的庫船 他上次當老師 他的工作就是去學校管小孩 小孩好像都很不乖 因為他回去就一直跟他講說 他們不乖 誰是怎樣 可以罵小孩感覺很好 可以罵小孩感覺很好 然後 他的薪水也是還可以 就是比較沒有壓力 比較低的壓力 可是他工作的時間 有時候就是半夜睡到一半就要被教去工作 然後 他的壓力 工作壓力很固定的 我覺得 他那個 警察的工作還不錯 我也有點想要重試看看 我探訪的是那個校車司機 對 他是一個阿伯 然後他人還不錯 然後他是鄉下的小孩 對不對 所以我跟他拜訪的過程中 講話還不錯 探訪很順利 然後我跟他拜訪的時間是在阿伯開車的時候 就下去在那個副駕駛座 跟那個阿伯聊天這樣子 然後 阿伯 他以前是那個 從事那個 賣菜 在菜市場那邊賣菜 然後他賣了十幾年 然後最後因為那個 太壓力太大了 然後所以就只好 那個 就那個休息 又中間休息兩年 然後最後才去 因為又錢不夠 所以又才去當那個 來正行這邊當那個 校車司機 然後校車司機這個工業 他說他每天都很早起床 四點跟五點起來 因為我們那條線要去那個 要到那個 輪胖那邊 要比較遠 所以兩萬多 再三萬而已 如果 所以 這個工作 見了你 看 見了見了一下 好 那我的抱抱就到此 謝謝 是 比較 訪談的人 是我爸爸 他是一位 那個 建築工人 然後 他 他 這個工作 有 很 辛苦 因為 他 要拿一些很 危險的工具 在工作 然後 但是 他 從來沒有 覺得很辛苦 然後 我 教哥 他 跟我講過 就是 他之前有跟那個 一些職盪學員合照 然後 他還有 簽名 那 就是 他是 現在 是在管選舉 有關選舉 他 為什麼他跟那個 好 你們有沒有照顧小孩大幾歲 呃 大約是 知道 那個小孩的父母 帶他去上幼稚人 有的小孩可能 不知道 可是 目前應該都三 兩三歲 為什麼 你媽說 為什麼 你媽都說 就是 可以照顧這麼好的孩子 只是 那個 在訪問的 在 就是 告訴我們訪問的人 都很用心的說 然後 主持人 也做得很好